往往昏君在位的时候 老百姓的日子还可能过得好一点 因为昏君不理朝政 把所有事情扔给内阁 内阁按照制度办事 反而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这就形成了主婚于上 而正清于下的局面 昏君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瞎折腾 只是玩 他一个人再怎么玩 老百姓也攻得起 就怕那些浩大喜功的 所谓有为之君 为了名垂青史 而东征西讨大兴土木 那才是最可怕的 当年欺负我们的西方列强们 到今天仍然是列强 他们成功的秘诀 不是靠明军 而是虚军 也就是所谓的君主立宪 君主是没有实权的 真正治理国家的是民选的内阁 这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这个思路也适合所有的私企 关注我 传播知识的颜值主播 都音